Lady Gaga She is not about hairball She is not about dress with meat She is not about crazy makeup Flamboyant style Lady Gaga is not only a star But representing an attitude Attitude with creativity, love, and self-belief 之前Lady Gaga来到香港举行演唱会 QQ也有去 我那天就化了一个妆 然后自己DIY的一个面具 那么在这个影音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妆容 虽然说我这个妆容不是说很wearable 应该平常你画的话 人家会觉得你有点毛病 不过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那首先我就是要上粉底 那上粉底液的时候呢 因为是concert演唱会 可能会流很多汗 所以我使用的一些粉底液 都是比较long lasting的 防水性比较高 而且不会油腻 那么中指除了可以拿来骂人之外 也可以拿来遮黑眼圈 喜欢用眉毛Mascara的评论呢 可能要留意一下 因为流汗的关系呢 有可能会让你的Brown Mascara会溶掉 所以呢QQ的建议 如果是去一些party 或是会流汗的一些场所的话 尽量眉毛就使用一些质地比较硬的眉笔会比较好 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Black Eyeshadow眼影来营造这个效果 那当然是用那个Gel Liner也可以 因为QQ的眼睛呢 长得有点集中 所以呢为了要放大眼睛的效果 让那个眼睛看起来 那个比例更好呢 我就会在眼尾的部分呢 就拉长一个直线 越长越好 当然如果太长的话 之后可以做一个修整 是不用担心的 画眼线剩余的一些Eyeshadow是可以拿来touch up你的眉毛的哦 这些眼线笔是QQ最近的大爱 它除了容易推开容易画之外呢 也不容易晕开 不过由于它的笔封不够尖 所以不能营造非常细腻的效果 下一线的部分 我用BECCA的眼线笔来营造一个微微烟熏的效果 若希望眼睛更加深邃 然后眉宇之间以及鼻梁更加高呢 可以在眉骨下方加强一些 既然看Lady Gaga的演唱会 当然眼妆也要夸张一点 大胆一点也没有关系咯 如果我们的眼睛是鱼的话呢 现在我们要做的动作就是替鱼画上尾巴跟旗 我们利用细毛一体眼线笔呢 先在外眼角的下面画上一些假睫毛 看起来像不像鱼的旗呢 然后沿着我们主要的眼线呢 分别画上不同角度的迷你眼线 看起来像不像鱼的尾巴呢 上眼影无论是上什么颜色都不要紧 最重要是晕染效果要做得非常自然 这一次呢QQ用的颜色比较大胆 我就用鲜红色 然后在我的眼尾的部分慢慢加上红色的眼影粉 QQ非常喜欢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支刷具 我觉得因为它的毛发呢非常柔软 眼睛的部分呢是很脆弱的 所以我们选用刷具的时候呢不能省 要买好一点的 不一定每个妆都要用睫毛夹的 QQ这一次完全没有用睫毛夹 只是用睫毛膏加强我下睫毛的部分 只是bling bling cone的QQ呢 这一次在鱼的尾巴跟齐分别加上一些bling bling的眼线 接着QQ在苹果机上加上腮红 然后连接眼睛的红色 演唱会应该很热呢 所以披头散发不是一个good idea 所以QQ就绑了一个马尾 清爽一点 演唱会一定会跳 所以气色一定会好 所以QQ觉得不用涂口红了 之前QQ买了一张餐店 然后我就把它DIY成一个面具 一个mask 有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QQ不模仿Lady Gaga之前的一些造型 来去看他的演唱会呢 那么我自己是觉得Lady Gaga她只是代表一种创意跟精神 跟大胆的精神 我觉得不一定要copy她的形象 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形象也是很好的 对不对 女人不需要挖重取宠 奇妆异服 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感觉舒服 女人不需要拥有华服 但要自爱 这样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快乐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咯 Bye 下一次呢QQ将会带大家探访一位 神秘嘉宾的家居 请大家继续热情关注 Bye